米格-31搭配这款导弹,美国将军,目前还没有能力可以拦截。 近几年来,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变得越发的紧张,各种间接战事不断发生,尤其是发生在近段时间的续战争,更是将两国的关系拉至紧绷状态,随时会有战争发起的感觉。 面对这样的情况,两国备战武器成为了当下的关键,两国武器的较量也成为了获胜社的保障。 众所周知,美国稳居世界第一的位置多年,而俄罗斯作为稍弱的一方,自然在武器的装备方面更加的用心。 美国最为出色的当属海上霸主的拥有,其数量之多,世界上无国家能敌。 而俄罗斯受到经济的影响,大力发展武器数量显然是一个空谈。 面对如此悬殊的差距,研发杀手剪武器成为了俄罗斯的最佳选择,从而在近几年来,俄罗斯的武器均为精致武器,在树栏上面存在一定的缺陷。 但也正是这种杀手剪武器,成功地成为了美国鸡蛋的对象,尤其是在罗志Kindso导弹的出现,更是让美国海军的优势瞬间消失。 要知道该导弹与米格-31搭配,可以精准地打击海面上的大型目标航母。 Kindso导弹拥有10倍音速的速度,再加上自身的射程可以达到2000公里,所以在与航母对战时占据一定的优势。 在该武器问世后,可以说是令美国感到万分的担心,美国将军更是直言,就目前美国的武器而言,还没有能力可以拦截。 虽然美国的航母群足够强大,但是若与俄罗斯相抗衡也并没有完全取胜的可能,更甚者会遭到俄斯的全面反击。 所以,现在的他虽然对俄罗斯恨之入骨,但是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,美国是不会主动挑起战争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